早五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蔡英文 520是蔡英文执政满三周年 她第一次在这天办记者会对外喊话 定调三年有成 台湾进步关键字 我要告诉三年来感到失望的朋友 只要多一点的耐心 你就会看见我们做的事情 比你想象的多很多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子弹一飞就飞了整整三年 在赖清德的催化之下 缺点因翻转辣台内 从巨马蛇龙走出来的蔡总统 民调只跌回升绿粉直接高潮 确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意外 那对很多人也是一个意外 蔡英文走出了时光隧道 但有一群人在时光旅行中迷了图 五个老绿绿呼吁蔡总统放弃连任 我们是本出的 是这个永新 在一次的公开呼吁蔡总统 应该放弃主任 看到时光隧道的证据了没有 郑文龙55岁 贺德芬75岁 陈永新69岁 金恒伟75岁 施政风61岁 五位老绿绿加起来突破333岁 年纪都快要用尿袋 续者会确实轻壮带 五老绿重新定义轻壮带 这些种种迹象显示 他们这群人如果不是白痴 就是困在时光隧道里40年初步来 如果你是75岁的轻壮派 那我现在是一颗能独立思考的受精卵 哼 你大放厥词 无所不掰了 只要两秒钟 滑鼠移到右下角 目前订阅241000 明明还差你一个 王世坚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折服许久 十年磨一剑 那颗的机会终于来了 民进党市议员李克先生 AKA老天鹅当家求新王世坚 20日就双子星案 直询台北市长贺文哲 持续展开他浮夸的演艺型 花式问证 三年1095天天方夜谭也才一千零一夜 不是啊 双子星案 你的序号不作为 比天方夜谭还离谱耶 散后又把柯文哲心中最软的那一块打开了 你辱骂民进党执政 还扯上民进党总统初选 你自己也要参选总统啊 这么高的质群品质台北市民争幸福 他一错再错还要硬拗 在我们大时间质群完毕时 柯文哲开口了 只见他轻起朱唇 明是眼前这质量稀疏的魔统 并且面带微笑的说出 本色本色本色 倒不是麦克风没关我还以为再说谢谢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你道不道歉 讲的就讲了 这也没什么了 所以理他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没有谁针对谁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本色 你现在这么大吗 大到蓝口没清的 你爸要把你咬死啦 好雨 礼拜一叫醒你的不是梦想也不是忧郁 是他妈的好大雨 封面通过台湾 暴雨从北部开始侵袭 各地也有灾情传出 机车足分布清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堂者玩坐者玩还是不大好玩 封面全台扫一波 几乎每个现实中招 虽然好雨来的快去的快 但在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雨季 老鹅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旅天注意路上安全 避免经过低洼地区 还有注意山区摊坊状况 哇我吓坏了 再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谢谢大家